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乎国际民生 关乎民族复兴 在探寻人与水和谐共生的方式中 慢慢编织出一个山清水秀 景美人和的中国梦 清晨 宿压湖上船员迎着朝阳出发 前往初心一号清淤作业船 上一班船员已经在那里连续直守了24小时 速压湖洗案 清于扩容项目总工程师张立青 正向媒体记者介绍工程进度 工地上数十辆挖掘机运输车 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工地上数十辆挖掘机运输车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工地上数十辆挖掘机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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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前 为了治理淮河水患 一条35公里长的蓝红坝 在苏牙湖应运而生 成就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水库 守护了中原大地一方安兰 六十年后 我国首个大型水库清淤试点工程 又在宿鸭湖拉开大墓 这片大湖因何要清淤 如何清淤 清淤将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 这些改变又将产生 怎样深远的影响 下面讲中共是十二亩地 这一块玉米地有六亩 这个花生地有六亩 空虚不严的情况下 可以收入一万块钱左右 公云龙一家祖祖辈辈 生活在宿鸭湖西安的楚铺村 2018年 这里被规划为宿鸭湖水库扩容区 收完这几庄稼 他们即将搬进现成的新房 对于清淤扩容工程 村民们是欢迎的 因为楚铺村位于水库削落去 几乎每年逊期 庄稼都会被淹 按理说水库的作用 就是调蓄湖水 为什么农民的庄稼 还经常被淹呢 咱们国家90%以上的水库 都是过去上个世纪 50年代 70年代修建的 经过这几十年的运行 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淤积 按估计来说 咱们国家水库扩容平均的淤损率 每年占扩容的0.5%到1% 北方河流更突出一点 每年的淤积水库总扩容的淤损率 大约是2% 特别是中小型水库 它缺乏冲杀条件 经过多年运行以后 淤积问题相对严重 泥沙淤积 严重削减了水库的有效库容 导致防洪 灌溉 供水 发电等效益 也随之降低 成为威胁我国水库使用寿命 和人们生产生活安全的 最大自然因素 据测算 枯取水位每上升半米 就有近两万亩耕地可能被淹 雪亚湖水库运行六十年来 雨季比较严重 达量冲击屋 沉淀到水库 水库雨季量达到 其前七百一十万厘法米 向导于煎烧溢溢 接近于大型水库的库容 渔神平云已迷 最大渔神闪迷 正超许水市 平云水神 不举两米 镇守淮河安兰的素鸭湖 如今实际库容 已不到涉及库容的十分之一 作为水库管理局长的张东升 对此忧心忡忡 那么水库淤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素鸭湖位于河南省汝南县西北部 淮河支流汝河的干流上 地是滴瓦 自1958年建成以来 承受了20多次较大洪水的考验 每次洪水来袭时 裹挟的大量泥沙和杂物 冲进水库 导致库底淤积骤增 库容急剧下降 向苏鸭湖抢夺库容的 还有炼江河等十一条 入库河流带来的泥沙 本世纪以前 由于上游山区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严重 这些河流普遍寒沙量高 现在是2018年9月13号下午2点 我们所在的断面是 炼江河王花市断面 我们今天下午 对水的濁度进行测试 测试直至87.56 濁度 是指水等溶液 对光线通过时所产生的阻碍程度 水体中泥沙 粘土 有机物等悬浮颗粒 数量越多 浊度越高 当浊度超过10 水质便会呈现肉眼可见的浑浊 而这些河流带来的泥沙 进入水库后 就会因为水流速突然减缓而下沉 淤积在库底 泥沙淤积不仅导致水库调取能力减弱 挡不住洪水 扛不过大汗 还造成水库自净能力越来越薄弱 水质下降 水体负营氧化严重 蓝藻爆发越来越频繁 水质下降 水质目前状况满足不了今后经济发展 对水质和水成台环境的需求 影响了80万亩灌取的浄水质量 即粮食安全 然而水库清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特别是对于素压湖这样一座平面水库 水面积大 水下情况复杂 又紧离县城 该不该清淤 如何清淤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重大的决策需要科学的论证 作为国家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项 2015年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驻马电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 就搜雅虎清淤扩容 开展专项课题研究 从分析淤积成因 到评估清淤扩容的影响和综合效益 最终拟定了 素压湖水库清淤扩容规划设计方案 清淤主要是利用水利条件 或者机械设备 把已经落于或进入水库的泥沙 清除出库 扩容是对水库进行清淤改建 扩建这些工程 恢复到它的原设计指标 增加水库的有效库容 提高水库的安全性和供水保证率 增加经济效益 测定工程目标是规划方案的重点 通过测量和分析水库泥沙淤积 素压湖最终确定清淤3775万立方米 扩容5327立方米 一旦成功 素压湖的死库容将恢复3338万立方米 新力库容将比以前提高53% 达到5448万立方米 我们通过清淤平均的水深增加一米 达到2米7以后 水边和岸边变得来水清 岸上的植物生态有所改变 要想回复 取牙物 出水化 性水力的作用 必须清淤库容 新力库容是衡量水库蓄锐能力和灌溉效益的重要指标 也被称为调节库容 新力库容的提升将大大增强水库的防洪新力能力 翻舞台 疫苏 如果没有爱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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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和讨论 2018年11月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正式批复了 苏亚湖水库清余扩容工程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出的苏亚湖水库清余扩容 一个方面是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担持 因为在水利市场 还从来没有通过对大型水库 清余扩容来回复古弄 延长寿命的 这可以说开创了水利建设时尚之显赫 从抵御水 控制水 管理水 到还河流一空间 人们的治水思路不断发展 十八大以来 水利工程建设更加注重 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强调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重建水库涉及水库悬址 占用土地 流动人口等众多问题 成本更高 清余成为水库治理的优选 但是 每个水库的实际情况不同 在清余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就需要施工单位 淹地制宜 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 它的难点 一个是清余过程中 容易带出污染的底泥 对环境释放 造成二次伤害 另一个呢 污泥的底泥安置和淤积物 这个资源化利用啊 是目前清余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还有啊 就是中国由于河流 这个泥沙寒 寒沙量高 回淤啊 往往有些快 随着泥沙运动 清余部分又很快淤积了 这个效果维持啊 比较难 在参考了国内外 大量的湖泊水库清余案例后 苏亚湖水库最终决定 采用装配式脚吸清余船 我们这艘清余船 是根据苏亚湖清余工程定制的 主要有浮体 机舱 操作室 脚刀 及一些管线组成 我们需要清余的淤泥 通过脚刀切割切碎 切碎后 经过这个脚刀下面的吸口 吸到咱们泵体里 经过泵体的加压 通过我们这个管线 输送到我们已经做好的围案里 清余船还装备了全球定位系统和回升侧身仪 随时定位施工区域精准捕捉脚刀的开挖深度 那么清余抽出来的泥浆又该如何处理呢 淤泥通过咱们这条管道输送到排泥区 在排泥区经过充分的沉淀 淤泥流在排泥区 上部的澄清水 我们通过洪吸管再将它抽排返回到水库内 我们排泥区的排水量很大 下游的水系承受能力有限 我们就想办法利用这个洪吸管洪吸原理 把围案里的水回收到苏压湖里 正好苏压湖的这个发电站正在发电 正好可以利用上它们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淤泥排放完成后 我们将对这整个排泥区进行真空瘀压固解 使其变为可规划利用的土地 同时也相当于将大坝拓宽了300米 用排水发电 用淤泥建坝 苏压湖清淤扩容工程 把废物变成宝物 治愈了水库的暗急 也护佑了百姓安全 上午9点20分 清淤原驾驶员曹厚号发现 水面突然安静下来 同一年都没动作了 你上来处理 好了 等下车 叫它探东西了 最完备的计划 也难免遇到突发状况 苏压湖清淤 是一项智能化系统工程 水中淤泥提升 水面淤泥输送 水面作业平台 动力 中央监控等机电系统复杂 为了保证进度 轻鱼船的每个班族 都配备了技术精湛的鸡血石 我们刚刚把这个积电器更换了 更换了但是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我们现在进一步到机上里面排查 准备检查一下咱们这个电子发快 来 来 听到什么回答 来 来 听到什么回答 再试一下哼一发快 我们请去过了 看一下正常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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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我们怀疑是这个液压系统出现问题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液压棒 组件进行边拆 边检查 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库底土质 粘性大 硬度高 加上轻鱼船商 人修机不修 脚刀在长时间高负荷的运转中 很容易发生故障 我们下边的拔块拆过了 这个动力也检查了 故障应该是找到了 你试一下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 好了 有动力了 有动力了 那么 素压骨清玉扩容工程的效益如何 专家帮我们算了一笔账 清玉工程总投资31.6亿元 工程完成后 水体自浸功能将显著提升 水库水深大于两米的范围将达到65% 下泄生态激流0.9亿立方米 保障8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 每年可向上菜县城供水3200万厘方米 向周边市区供水3000万厘方米 防洪能力可保护下游3500平方公里 300万人和370万亩耕地 新时代的水利事业不仅要算好经济账 更要算好生态账 民生账 素鸭虎轻于扩容工程将挖出的土方 和经过无害处理的淤泥填住三座人工岛 和三座景观山 我们分别把它填成了一个琵琶 还有两只蝴蝶的形状 这个创意的来源就是我们猪马店 最广为人知的杨山博与猪银台的故事 搬离除复村后 龚云龙考了驾照 买了一辆二手大卡车 在家门口的扩容工地上找到了工作 我的扩兔车是带完把揪 就是为了在徐亚伯工地上干活的种类 下一步离外行程开始 我打算带着我的车 这样离外 面对新生活 人们愁愁满志 改造水库生态环境的同时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未来的苏亚湖将成为一个及防洪 灌溉 发电 养殖 旅游 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水利枢纽 游行周围徐亚伯水库的接板人 灾人 非常重大 要业余继织 静静业业 反映 现神 负债 秋思的水利景深 务必坐好 守护人 青鱼工程的一天即将结束 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扩容工程的工地上 依然热火超天 青鱼船的船员们 终于安心吃上了饭 四大湖我去年有去过 去那边看过他们的风景和鸟 就非常的好看 但是四大湖的青鱼工程 还没有结束 希望它能够快点结束 我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鸟类 等青鱼工程完了 我就可以带它去 苏牙湖看鸟了 等到咱那边 湿地公园建好之后 我的婚纱照就在那边拍 我就想提个建议 能不能给咱们苏牙湖 也拍一颗舌尖上的中国 记忆似水尝试 每一次探索都是创造新的历史 每一次回忆都将开启新的未来 十多年前 美丽而富饶的苏牙湖水质急剧下降 蓝枣水滑多次爆发 零七年零八年 都上山了 鱼的 鱼一见了 就全轮跳下来了 难以死的可怜的 全文是猎物的水质 就是雨下不能生存 农业不能灌溉 基本没有适用的价值来这个水平 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忽视生涯环境保护 同样的剧情在全国很多地方上演着 解决塑压护水质问题刻不容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